大家好,我是阿波,仔细看一个普通的家里,有一位穿着朴素的母亲和一对姐弟,他们一家子正在吃一盘饺子,这时母亲拿起一个饺子,放在姐姐的碗里说道,姑娘,妈给你分饺子了,姐姐开心的说道,谢谢妈,然后拿起筷子加起饺子准备来吃,接着母亲又拿起一个饺子,放在弟弟的碗里说道,来,儿子,妈也给你分饺子,弟弟拿起筷子加起饺子时说道,好乐,妈,紧接着弟弟开心的吃饺子, 姐姐加起一个饺子放到母亲的碗里一脸笑容的说道,妈,你也吃,母亲看着姐姐的脸说道,哎,当母亲加起饺子准备放在嘴里时,母亲想到了一些事情,她犹豫半分,最终放下饺子和筷子说道,姑娘,儿啊,你们也知道咱家的条件,不你们俩上大学实在太困难了,姐姐听到后有些难过的低下了头,接着母亲说道,妈只能供你们一个人上大学了,这时弟弟惊恐的睁大了双眼看向母亲,母亲又说道,妈没法替你们做这个决定, 她看向了弟弟说道,这样吧,你们抓救吧,谁抽中了,谁继续上学,然后母亲低下了头,弟弟放下筷子回复道,好,母亲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纸片说道,一会谁抽中上学,谁就继续上学吧,母亲将纸片放在桌上,姐姐看向母亲说道,妈,我来先啊,然后姐姐抿了一下子,抽了一张纸片,并打开来看时,弟弟一脸紧张的看向姐姐,此时,姐姐有点纠结又有点伤心对着弟弟说道,弟弟你先抽吧,接下来, 这一家子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靠 上学,妈,姐姐,我出去上学,妈,姐姐,我出去上学,妈,那我先出去了, 中文字幕 dniu 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小弟,姐也不上学了,想去城里打工,替妈分带一些,还能给你赚点学费 姐,不着不行,你这一个人去哪儿啊? 弟弟,爬上学,照顾好咱们 妈,我去城里打工,你一个人好好照顾自己,别让自己那么累,我以后可以赚钱了 姑娘,妈对不起你,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少不着默认你打叫的 姑娘,这条项链你拿着,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要记着 姑娘,这条项链我 我知道了,妈 走吧 妈妈 祝你 妈妈 你的摇旋,圈子不在心房 这就是对不起因为香蕾 你肯定不在这么对我 妈妈 你的眼睛不要失去那光环 妈妈呀 孩儿一家 萨姆尔,你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在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多少人走着 哥,请问咱这还招人吗 你以前干没干我呀 哥,我这刚下雪,你没有什么经验 没经验 没经验,你来干啥呀 你装水也没喝,你别管他长大叔啊,不要 哥,我求求你了,我什么都能干 我说话你听不懂啊 找不去 翻眼,你像蛮老 儿啊 你姐都走五六天了,量性命 咱能出啥声啊 你又下手去了,他都那么大人了,他能死了 好 姐,咱这还招人吗 你管人家别,你会问什么话 不要 有病 我该如何存在 我 从燃烧的风中滑落 再见 再见 青春 再见 美丽的疼痛 再见 青春 永远的故乡 再见 青春 再见灿烂的忧伤 再见 你干什么 姐,你是不是丢东西了 对啊,我包丢了,你怎么知道 姐,那你的包是什么颜色的 是白色的,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姐,那你看是这个吗 对,是这个,太谢谢你了 小姑娘,太谢谢你了,姐给你拿点钱吧 姐,不用 看你这小样,你是刚从乡下来的吧 是啊姐,我已经来了好几天了 那你来城里一起没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我看见 每天的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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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好姑娘 走,跟姐走吧 上姐公司上班 姐,你看我能醒吗 我什么都不会呀 妹妹,你什么都必须要过 姐看好的是你的人品 走吧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的身多漂亮 我终于要想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妹妹,以后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 好好干,姐相信你 姐,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行,妹妹 你先收一下环境吧 有什么需要这个解说 姐,你手机能给我用一下吗 你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可以呀,给 喂 喂 谁呀 妈,是我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妈,我们老板对我可好了 带我去吃好多好吃的 还给我安排住的地方 过几天就给我配收集了 妈 我想你了 女儿,妈也想你呀 好了妈,你不说了 我该忙了 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 越渺小 从今并肩膀的伙伴 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 指导人 只是那个不乱 我深深的逗留从最心看 长大以后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黑暗中跌倒 我家天板啊 咱们就吓不过了啊 拜拜 给大家听咱们的支持 咱们啊 姐在国外也开了一家一起店 以后呢 这家店就交给你当里吧 姐 我能行吗 你也跟姐这么多年了 姐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谢谢姐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的生活漂亮亮 老板老板不好了 慌什么 有什么慢慢说 这次竞标项目的张总 想约您见一天 还约咱们的竞争对手了 这点小事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是老板 我私下调查了一下 这次的竞争对手 是您的亲弟弟 什么 我弟弟 如果我们放弃这个项目 对我们的损失有多大 这个项目 我们已经跟进一年多了 公司大部分资金 都已经投入在这个项目上 现在放弃的话 很容易破练 好 我知道了 下去吧 什么 姐 怎么会是你呢 小弟 我也才知道我的竞争对手 原来是你 姐 从小到大 什么事你都让了 你再让我最后一次呗 这个项目 我已经跟进一年多了 如果现在放弃的话 我的公司会面临经济危机 才一年而已 姐 你现在已经很有钱了 你就让给我吧 弟弟 其实姐过的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你就跟我俩扑球嘛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个项目 我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关于这次项目竞标 就剩下你们姐弟而已 接下来这个项目谁做 你们自己考虑 毕竟你们是亲姐弟 我也不好告诉我 好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小弟 把这个项目让给姐 姐做好了 不愿意腿代你的 等你做好了 我都得饿死 别整了弟弟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姐俩一起做 五五分 看来你是一定要跟我争了 好 既然你的当姐的不放弱 那你也别怪我和客气 我们走着家 老板 刚才妹妹有一位老太太让我给你送进来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了 一下子 第一次睁开眼睛 罕见的事 我第一次哭泣为我擦干 孩子们呢 妈平时也不爱说话 所以选择了写信的方式 妈总感觉你们姐弟而已 现在越来越不怎么回家 妈很怀念你们小时候 每次过节 妈给你们分角度 你们都很开心 可你们现在都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明年的春节 妈还能不能给你们分角度吃呢 我第一次懂事 是夸奖的事 妈妈呀妈妈呀 我想听我 你有你的眼里 我好无忌 妈妈呀 妈呀我放回你 妈呀 妈呀 妈 妈 我戳了 你这是怎么了 有人给你拿 我来就好 快起来 快起来 妈 妈 有人给你拿 来 还是老规矩 妈给你分饺子 来 二大 妈也给你分饺子 妈 今天的饺子 您先吃 哎 妈吃 妈吃 他这个人就是娘 他这个人就是妈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他不管你走多远 我对你太感尴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 暂停 我对你太感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